台南台本特航日本相扶國保 九重共青方做特航飛機以來台南 由日本僑借人數 北斗拜會市長六千頂 六千頂情商代表性的 安民減塞 跟台南做的王來蘇 九重共青方是 日本的橫鋼 相扶的橫鋼 也是國民英雄 受日本天皇撤封的 榮譽國民 今天有辦法 為了促進台南跟日本的交流 親自來到台灣 而且是直接來到台南 而且是直來台南 我再次強調 表達最熱烈的翻野 那同時呢 也深感榮幸 也希望從青方來到台南 能夠留下深刻的印象 對台南跟大阪 以及日本之間的交流 能夠有非常大的貢獻 九重青方是相扶的橫鋼 在天字上看起來 在相扶的時候 他是一個英雄 感覺上應該是距離很遠的 但是今天能夠 牽進九重青方本人 他是非常和諧的 非常友善的 我送他代表台南市的別增 他也親自別上 讓我看得非常高興 選台灣國家級的古蹟有九十個 但在台南市就有二十二個之多 那在很多朋友會講 台南市的這種文化的風圍 跟日本的京都非常類似 那也有很多人講 來到台灣沒有來到台南 這個最有代表性的城市 就是不算真正到過台灣 那第二個 其實台南也是 台灣二十個縣市裡面 跟日本關係最密切的城市 在日本時期 在台南留下了很多建設 還有建築 甚至呢 一些文化也深深影響 目前台南市民的生活 就建設方面而言 比較大的像烏山口水庫 所以由金澤市的八田與一先生所蓋的 對台南市成為台灣的米昌 這個貢獻是非常大的 另外就在隔壁灣田附近沒多久的山上區 在日本時期也做了一個台南水道 是當時最現代化的自來水供應系統 那第三個是台南市也是全台灣 唯一擁有三個國家風景區的城市 像台江國家公園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以及雲加南國家風景區 所以台南市不僅僅是一個文化的首都 也是一個生態的城市 那第三個是台南市的小吃美食 是全台灣最知名的 所以今天我們在現場招待大家的 就是芒果乾 請大家吃用 拿起來用 所以我想我就簡單的跟大家做這樣的介紹 我再次感謝各位貴賓的麗禮 也希望我們有意 做得到 這件事